你真信心 你看你想吃什么 点吧 嗯 我没来过 要不然你点吧 好 老板 哎 来了 来点什么 牛串实串 羊肉串实串 再来两碗酸辣汤 两份炒面 哎 好嘞 起床的啊 再加四个鸡翅 好好好 嗯 嗯 我一个人的时候 经常会到这种小店来吃饭 既方便 又实惠 嗯 公司附近的小店我都吃遍了 特冶家是我最喜欢吃的 哦 那你下次可不要一个人再吃了 我特别喜欢让别人请我吃饭 每天都有空 好 傻弄着干什么吃啊 傻弄着干什么吃啊 你尝尝这个汤 特别好喝 嗯 嗯 你尝我的 你尝我的 这些画 我其实很早就想对你说了 但我一直没有勇气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在我心里 从来没有淡去一丝一毫 你和风萍在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 好难受 现在真相大白了 我不想再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 等着下一个风萍的出现 我想成为站在你身边的那一个人 我心里 Plachnitt一操他们的肩膜 但是啊 你若能说过 planes 我恨了 这个 zasad 把虚体骗到的实行 你的腿已经断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就是 截肢 那我以后 要成残疾人了 医生 求救你了 不要把我大哥的腿截掉 医生 不要截掉我大哥的腿 求求你了 医生 你的肌肉已经废了 现在如果不截肢的话 发炎的部位往上蔓延 到时候你的整条腿都保不住了 医生 是我爱他受伤的 医生把我的腿给他吧 贾南 别说傻话 恢复好的话 以后加上甲医 一样能走路 就是比平常人会慢些 你现在不能躲 昊远 我们都知道你现在很难接受 医生 会给你准备 最好的方案呢 你们出去 你们都跟我出去 让他冷静一下吧 大哥 我在这陪你 你也出去 贾南跟我走 快 快 不如说你们都出去了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你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这样 不管你的事 是我自己不相信 没事 你别伤心 你看 还能动呢 我动给你看啊 别动了 万一再受伤怎么办 你别哭 我 我不会有事的 浩云哥你要加油啊 哥 浩云哥别害怕 我们会在门口等你 好 家属留不顾 大哥 好 好 我 我给你带了礼物 你不是说无聊吗 我就把这些带过来了 你以后要是再无聊的话 你就可以照着他们临摹了 谢谢你啊 乔乔 不用谢 浩云哥 浩云哥你饿了吗 饿了话咱们先吃饭吧 好 我先去 医生说了 只要你恢复得快 主折寡障走路 根本就不是问题 而且 你也不要太自暴自弃 现在的医学那么发达 说不定哪一天 就把你给彻底的治好了 嗯 我一定会好好接受治疗 不再闹脾气了 嗯 翘翘 谢谢你 这段时间你天天陪着我 只要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来 来 妈 走啊 谢谢啊 小心啊 哎 你说浩云这孩子 他几乎怎么办呢 这件事我让人调查了一下 跟陆桥有关 陆营的时候他脑脾气走开 昊云就是因为去找他 所以才受了伤